晚上九点 无论你身在哪里 来场与文学的空中邂逅 杨兆谈书 姚宁一同遨游文学世界 认识古今中外的经典之作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非常欢迎收听杨兆谈书 本节目于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每个星期二到星期五晚上九点 为大家播出 我是杨兆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 要为大家介绍的一本特别的书 让我先说 这本来是非常不适合 在广播节目当中介绍的书 但我忍不住 还是想要介绍给大家 更重要的希望推荐给大家 你可以到书店里面 找到这本书 让这本书的视觉的效果 震撼你 感动你 因为这是一本摄影集 是科西节生生的摄影集 书名叫做新的世界 科西节的摄影美学 而且有一个特别的标记 叫做90复刻版 为什么叫做90复刻版呢 因为这本书 在之前曾经出过两个不一样的版本 今年2019年出了第三版 第三版是因为 科西节出生在1929年 到今年他90岁 所以这是他90岁的一个特别的版本 刚刚说了这本书 因为里面收录了 科西节生生一生非常重要的摄影的作品 应该要用看的 我为什么要跟大家用广播来介绍这本书呢 因为这本书有着科西节的观念跟想法 也就是他的文字 他的文字在解释 他如何变成了一个摄影家 以及他如何摄影 这件事情 我们在看到他的作品的时候 同时应该放在心上 像是他在2006年 为原来的旧版 所写的秩序 就非常值得我们认识跟了解 那个时候 科西节七十几岁 所以他是说 回顾这七十几年的人生 我跑遍了大半个地球 大家可以在他的摄影作品里面 证明证实这件事情 他的作品拍摄在很多 我们去不到或大部分人没有去到的地方 从年轻时 我留学日本 大开眼界 后来到美国纽约 成立自己的工作室 之后放弃一切 去欧洲流浪 到命定中的撒哈拉 返台之后 又前往中国 福建 云南 青海 我的血液中 似乎有一种 不安定的因子 烧动着我 总是要不断地离开 寻找 探索 满足镜头背后 饥渴的眼睛 这些经历 滋养了我 因为看过这么多不一样的地方 视觉上受到这么多的震撼 更重要的是 在说后面 我们会了解 那还不只是视觉 而是人生的壮游 包括了阅读 包括了对所有这些文化社会的人 一种参与式的观察 跟认知理解 所以他说 让我能够从拍出好作品的一个摄影师 蜕变成什么呢 变成可以拍出科西节风景的艺术家 这是一个艺术家最自豪的说法 他出现了自己的特殊的风格 产生了在他的镜头底下 每一张照片都是所谓的科西节风景 让我们可以很轻易地就辨识出来 回到故乡之后 我有了了屋 身边的小花小草都足以让我拍上一整天 路上的行人 不起眼的废弃物 无处不美 原来我的人生经验所带给我的 不是视觉上的满足 而是新的壮大 在这本书里面 他有另外一段文字 扩张了解释了 刚刚讲的 什么叫做回到了台湾之后 新的壮大 他说 常有人问我 在看过大山大水之后 回到台湾 你的整个视野不就缩水了吗 在创作上 要怎么样去突破呢 我思索的这个问题 不管是走在台北的街头 或是乡间的路上 我用心去看整个环境 的确 台湾不够宽广 文化的累积在发展上 不是很有机制 然而福尔摩沙这个城市 婆说海洋中的美丽之道 众生 活在这里 一定有他们的道理 其实大自然给的都一样 只要停止不当的加工 剥开浮灭 掀开 阻碍美丽的沙 把该丢掉的都丢掉 让自己走进生活的深处 一定就能够找出 折服的人文 我们往上看 往下看 空间虽然局处 但必然存有 可观的众生 多年前 早上在家门口附近 经常遇到一对 当清洁工的夫妻 太阳刚刚升起 阳光和他们脸上 温暖的笑容 都在一起 他们亲切的和过往的人 打招呼 饱满的自信 让人一天的精神 都好了起来 后来想要拍他们夫妻 可是不知为什么 就都没有遇上了 云云众生中 我继续的找 试图找出 每一个生命的众生 这是他的回答 怎么样在回到台湾之后 称之为叫做 被限缩了的视野里面 他可以到处 仍然可以看得到美 可其街 他自己刚刚出道的时候 拍了很多的人像 比较接近 社会报道的这种眼睛 他留下一张 非常感人的照片 跟他刚刚 文章里面所说的 想要拍 那个路上的清洁工夫妇一样 这张照片 是他非常早期的作品 他给我们的解释就是 那时候他甚至 还没有到日本之前 我曾到高雄 中州半岛去拍照 遇到了一对盲人夫妇 带着两个孩子 向瑜伽乞讨 所以当时拍了一张 盲眼的夫妇 等到从日本回来之后 路过台南安平 既然又遇上了这家人 但是本来两个孩子 现在变成了三个 还有另外一件事情 这个家不再是那样了 爸爸 原来盲眼的爸爸 已经过世了 我一心想说 这家子这样 生活太危险了吧 车子来了 这个瞎眼的妈妈 也看不到 所以呢 我就跑去跟 这个盲妇说 你赶快把小孩 带到孤儿院去寄养吧 这妈妈 听了一下说 先生 谢谢哦 她应该是觉得 小孩还是在 她的怀抱里 最幸福吧 就在那里 可喜捷拍下了 这张照片 看到的就是 一个瞎眼的妇人 但是脸上呢 有一种非常天真的笑容 在她的怀里 抱着一个小孩 这张照片 就是在她笑着 拒绝可喜捷的 那一刹那 拍下来 拒绝什么 她不要把 小孩送到 孤儿院去 可喜捷就继续回忆说 我的恩师 顾现了 当你看到这张照片 就急着找我 要把我介绍到 台北的艺术界 前辈画家 刘启祥先生 也买过这一幅作品 但多年之后 这是科喜捷 不一样的地方 或者是这一本书 不同的内容 她说 我仍然 常常想起这一家人 然后更重要的是 后悔自己 为什么没有伸出援手 听说这个盲妇 后来真的一个人 把小孩都抚养长大了 但她担心 小孩跟她在一起 会有自卑感 所以孩子大了之后 她也不跟孩子住 一个人在山上的一座庙 在那里乞讨 这是台南卫生处的人 跟科喜捷说 所以她也就讲 这个妈妈真的很伟大 这张照片展出了之后 很多人都很感动 但我心里 一直有一种遗憾 身为摄影家 除了旁观跟记录之外 难道不能记录吗 40年了 我常常想起这个问题 会要问这样的一个问题 也就是科喜捷坚持的 镜头的背后应该要有 那样的人道主义 这又必须要追索回到 她在日本所学到的 1959年 怀着对于摄影的信心跟期许 科喜捷进了日本最有名的摄影学校 叫做东京综合写真专业学校 校长是崇森宏烟 还有副校长 都是当时日本摄影界的顶尖的人物 崇森更是当年日本第一把交椅的摄影评论家 自己有作品 而且写作评论 科喜捷在台湾就看过崇森校长许多摄影评论 也非常崇拜他的观点 在日本留学的时候 他有两个同学 后来都成了大摄影家 一个是超上和美 另外一个是调三记性 在台湾连一家摄影学校都没有的时候 他非常幸运的已经在日本最具权威的摄影学校 大开眼界 然后后面他回忆的这件事 他说 向来不是乖乖排的我 不可能天天按表操课 待在教室里 第一年的基础技术课程 对于已经自我摸索 摄影技术三年的我来说 还不如翘课去校外教学 来得有帮助 当时我就像是一个刚开了眼 看见世界在眼前展开的小孩 这个经验对任何一个年轻人的成长 都非常非常的重要 拼命的要把想要看尽一切 学尽一切 日本国立美术馆里的Picasso 俄国一流的列宁格勒芭蕾舞团 Bokshore芭蕾舞团 绘画跟舞蹈的美 全都在那个时候 争先口口的冲进到我的脑袋里 天天刺激着我的脑细胞 震撼我的心灵 在日本的两年 他跟这个校长重生 成了好朋友 因为他是1959年去留学的 那个时候他30岁了 这个校长重生 其实只比他大三岁 所以他们两个人成了好朋友 重生就常常带他到处去看展览 跟艺术家聊天交流 因为这样 所以拿相机的时间反而少了 大多的时间是花在吸收新东西 另外接着他就写了一段 非常有趣 也非常重要的回忆 他说有一次 我们一起走到展览会场 重生只看了一张作品 就冲冲的把我拉出门 我纳闷的问他说 我都还没看 你干嘛叫我把我拉出来 重生就说 不要浪费时间 看不好的东西 这句话对我印象很大 一直到现在 仍不是提醒自己 一个刚起步的艺术家 一定要常看一流的艺术作品 才能提高自己的眼界 这是非常重要的一句提醒 我们休息会儿 后来继续聊 大家好 我是刘克香 亲近自己的城市 找回城市的温暖 听见台北的声音 就在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AM1134 这个城市多么美 阳光空气山河水 听见台北的声音 充满幸福的滋味 台北Radio 感谢您继续收听杨造坛书 本节目于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每个星期二到星期五晚上九点 为大家播出到九点半 今天为大家介绍的这本书 是科喜杰的摄影精华集 书名叫做新的世界 科喜杰的摄影美学 在这本书里面 有收录了许多科喜杰医生 到今天他已经90岁了 他的一些重要的摄影的作品 另外也收录了 他对于这些作品 自己在美学上的一些感悟 还有反省以及记录 像是他非常强调 作为一个摄影家 镜头的背后 应该要有人道主义 这是他从在日本留学的时候 跟崇森校长所学来的 这个校长崇森红烟 他主持当年日本最有名的摄影学校 东京众和写真专业学校 他其实只比30岁去留学的 科喜杰大三岁而已 所以跟崇森校长就喝了两年的酒 他每天带着科喜杰 谈的不是技术 而是对于美的观点 所以科喜杰的回忆是 他介绍我认识日本当红的摄影家 和全世界各国的顶尖摄影师 带我去看当时东京最好的摄影展 细细的诠释 每一位摄影家的风格与特色 崇森是个人道主义者 他认为一位摄影家 如果缺少了人道主义的关怀 作品的深度就会失色很多 我在台湾的时候 就喜欢拍跟人有关的题材 所以崇森校长的观点 很能够引起我的共鸣 经由他的分析 我才体认到 杰出的作品之所以令人感动 正是因为摄影家背后 有一份对于人的关怀 和发自内心的爱 在这篇文章的另外一面 书里面 科喜杰选了 他在1962年拍摄的两幅作品 一幅呢 标题叫做孤儿 是真正在孤儿女院里面 拍到的一个 大概只有两三岁的一个小孩 他也就特别解释了 他的观点 获得他的关怀 他没有拍孩子的脸 而是从那个孩子呢 坐在一个木马上面 从他的背影 从背影看 反而更能够让人感觉到 那样的一种孤独感 同样1962年 他所拍摄的一个老渔夫 背景呢 就是海港跟渔船 这个老渔夫 他怎么拍呢 他告诉我们他的解释是 老渔夫的脸上 写满了忧虑 满脸都是过去 逃海的畅商 我不知道 他正在担心什么 但我感觉这个表情 是老渔夫的人生 最真实的写照 为什么要摄影 或者摄影要拍什么 就是要有这种关怀 你想要捕捉 这个人 他一生 他的人生 最真实的 那样的一个写照 那样的一个表情 再回来 讲到了 崇祯校长 所给予他的影像 客气也说 当时日本有很多 崇尚人道主义的摄影家 我曾经看过一个 关于二次大战 原爆受害者的摄影展 内心受到很大的冲击 我相信一位 真正的摄影家 必定要拥有 纤细敏感的心 拍人的时候 他们的内心 必有对这个人 深深的关爱 只有这样 你才去拍这个人 甚至不只是人 拍风景的时候 拍舞蹈的时候 也必如此 所以他们的摄影作品 才会如此撼动人心 成为经典 这个观念的确立 还有眼界的扩展 是柯启杰他认为 自己在日本 两年最大的收获 而这个时候 他也就在日本 接触到了美国摄影家 Richard Avedon 以及Irvin Penn 的作品 这两位摄影家 也深深的影响 柯启杰 和后来 未来的发展 所以到了1968年 他就到了美国 然后就去找了 他心仪的 这两位摄影师 这两位摄影家 Richard Avedon 以及Irvin Penn 他记录跟他们 互动的这个过程 也非常的有趣 他说1968年 我到纽约闯当的时候 曾经去拜访Avedon 想要当他的助理 当时工作室里 有很多模特儿 我们谈话谈到一半 突然来了一个 好大的蛋糕 大伙都停下手边的工作 准备切蛋糕 他的助理跟我说 来工作室工作的 每一个模特儿的生日 Avedon 都记得 我也记得很清楚 那天吃蛋糕的时候 他对我不是 一般寒暄式的握手 而是握住整个手臂 Avedon就是这样的一个人 让每一个 跟他接触的人 都感到温暖 Avedon拍人像 他是最有名 最了不起 20世纪的人像摄影家 他拍人像的方式 跟过去拍照 完全不一样 当时他拍这些 时尚的照片 采用的角度非常低 借此把模特儿拍得很高 很动感 那已经是有 闪光灯的时代 所以他可以拍那种 跳起来动作 女性的许多动作 他都抓得很准 他把女性拍得很美 但这种美呢 是一种高级美 而不是那种 白白pose 美美悄悄的 事实上 他镜头底下的女性 都有一种冷 但这里面 却又有一种 女性的内在魅力 表达在他的影像上 这种美 会打动观者的心 因为这当中 蕴含着创意 那个时候 Edvedon是Vogue的 专属摄影师 后来年纪再大一点 Edvedon很重要的是 帮New Yorker拍人像 这些经验都使得 他可以拍很多的名人 例如说 他拍玛丽莲梦露 然后他甚至也拍 英国国王 爱德华巴士 拍意大利导演 安东尼奥尼 拍安里瓦尼 等等 而Edvedon 总是能够拍出 那个名人 毫无掩饰 真正的面貌 那是他的艺术创作 看过他的作品之后 就对于人像的摄影 会产生了 很大的兴趣 更重要的 Edvedon 他是这样一个 Vogue的专属摄影师 但是 他可以拍这么多名人 他却也拍 社会边缘人 他拍了一个系列的作品 叫做America West 一拍拍了五年 这一系列的作品 后来在纽约大都会博物馆展览 引起了很大的回响 里面所有的人物 拍的都是白背景 而且呢 都没有化妆 他要拍的是真正的人 其中有一个没有手的人 非常有可能 是在乐战当中受伤 所以失去了手 还有一个 你一看 就觉得他可能已经 好几天没有洗澡了 看这些人 会产生一种震撼 让我们体会到 每一个人一出生 就是不同的 有的出生在有钱人的家里 有的呢 却活得那么样的落魄 这就已经超越了写实 每一个人都非常真 完全没有装饰 所以看这样的照片 会让人感动 会去思索 另外他又就讲到了 Irving Penn Irving Penn也是 美国著名的时尚人物 近物的摄影大师 他拍过谁呢 拍过Picasso 拍过Duchon 拍过澳大利贺本 拍过Dior 拍过Strovinsky 等等 Irving Penn跟Avedon一样 他们的画面 都有非常强烈的绘画性 既然是绘画 那就没有什么是不可能的 所以他在作品里面 经常做很大胆的切割 什么样东西要入镜 什么地方要被切割 被牺牲掉 我们可以看到他的作品里 有非常专业 很精准的判断 其实所有这些短短的话 都在教我们如何看摄影 以及如果大家有兴趣 想要拍照的话 如何拍照 另外 接着 可奇姐姐讲到了 Irving Penn 他所拍摄的裸体 对当时的美学官来说 简直是一种反叛 他的模特不是一般的时尚模特 通常都是年纪有点大了 生育过后 有岁月痕迹 不完美的身体 而且不拍头 不拍脚 只有那明目张胆的躯体 Irving Penn 他就把人的身体给简化了 但是我们看不到头 我们看不到脚 我们看不到完整的一个人 尤其是我们平常辨识人 最重要的一个标记 就是脸 我们看不到 但因为这样 那个躯体 反而更吸引我们 因为感觉更贴近生命 那就是艺术 而不是单纯的拍照而已 Irving Penn 1953年 在他自己工作室的墙壁上 就有着这么样一句话 他的标语 Photography a cake Can be art 拍一块蛋糕 也可以是艺术 所以观念的地方是 你怎么拍 或你怎么把它拍成 别人拍不出来 看不到的 把它变成创意的艺术 看一个人照片 就知道他的心有多大 透过一张小小的照片 我们可以看到 摄影家背后的精神 所以另外我们在看 科喜节 尤其是透过这本书 看科喜节 也非常重要 就是体会到 他的精神世界 有多大 他的精神世界 一部分来自于 他那个敏锐的 摄影家的眼光 但我也不要忘记 还有一些其他 他生命的养成 像他在书里面一开头 就特别讲了这么一段 1947年 我是八岁 二次世界大战刚结束 少年的记忆当中 世界竟是隆隆的战火 那几年 虽然有学校可以读 但是能接触的东西很有限 台湾光复以后 他就进入到了台检 这个工厂去工作 但是工厂工作 对他来说 更重要 他的记忆 是开始大量的阅读 18岁到20岁 这两年的阅读经验 非常的重要 世界文学 天文学 哲学 各式各样的东西 拼命的吸收 悲惨世界 唐吉克德等等 整套的世界文学 全看片了 一下子脑袋打开了 艺术细胞被启发了 忽然之间了解到 原来世界 有这么大 这其实也就 证实阅读的重要性 阅读可以在 非常短的时间之内 透过各种不同的书 启发我们 让我们知道 世界这么大 世界这么大 也就是对比对照 自己的生活 自己周遭的 这个环境 那么小 我们继续看 科技节告诉我们 当时阅读中国文学 是禁忌 学汉文的时候 只知道杜甫 李白这些文人 我偷偷接触 老舍 鲁迅 巴金的作品 特别是巴金的家 给了我很大的冲击 虽然危险 而且违法 但是 阅读伴随着 大量的知识 让我了解日本 了解中国 了解世界 对于哲学 虽然还不是 十分理解 但已经是我人生当中 第一次的刺激 1979年 抛开一切 到欧洲流浪时 决然一生 只有几本 哲学书 陪我上路 那时有了 人生阅历 在咀嚼其中的经意 更有感触 阅读的时候 感觉像是 在证明自己 证明我的想法 是对的 让我更清楚自己 在书里面 找到自己 有共鸣 是看书时 最大的热趣 原来这些人 对于社会人间的种种 跟我有共同的想法 在我每天 模模糊糊的生活里 原来和这些责任先贤 是有共识的 这大概也就是为什么 柯喜杰 出版了这样一本书 尤其在今年 又特别改版 有了叫 90复刻版 这不只是 柯喜杰一生的 精华摄影作品的选机 另外 借由文字 他要把他的 摄影美学的一些 经历跟观念 传递给读者 特别介绍给大家 新的世界 柯喜杰的 摄影美学 感谢你的收听 明天同一时间 我们再会 感谢观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